兰州有牛肉拉面 山西有刀削面 上海有什么面呢 作为一种外来的食物 面条和上海这座城市 有着怎样的渊源 一碗鲜香扑鼻的洋春面 究竟有什么秘诀 享誉全城的美味面条 又有什么故事 阿娘的密发是不能说的 怎样才能下好一碗细腻的面条 走得越紧 那面就不容易烂了 而做面人的坚守 究竟是坚持传统 还是没守成规 上海传统风味的面馆 在时代变迁中 上演着什么样的故事 吃面行家 平坛演员吴辛博 又能否最终如愿 尝到儿时洋春面的味道 请收看纪录片编辑市之 面面俱到 记录生活 见证时代 欢迎收看纪录片编辑市 说到这个面条 想必每个人的脑袋里边 都会闪现出各地不同风味的面条来 比方说 北京的炸酱面 山西的刀削面 四川的淡淡面 陕西的油泼面 等等等等 这个面条不是咱们上海土生土长的食物 然而作为一座移民城市 上世纪初 租界里面吃面包的洋人 把咱们上海的面文叶带的是风生水起 也让上海积累了上百年吃面的历史文化 尤其是上海的阳春面 我想一定是许多老上海人 记忆当中的美食 炸葱油 熬猪油 一样都不能少 那么如今 和上海一起经历了时代巨变的面条 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面 还留下多少美味的故事呢 这一次 有这样一个几乎吃遍了上海各家面店的达人 将带着我们去寻找记忆当中的美味面食 平坦演员吴欣博是典型的移民上海人 祖籍苏州 出生在上海 生活在上海 上海早年的平坦演员 都有跑完码头吃碗面补充体力的习惯 因此吴欣博也继承了这个习惯 所以对上海的面 他从小吃到大 堪称行家 这天吴欣博正结束一场演出 打算去吃碗面 犒劳一下自己 因为我不提一地种要说到这地种 所以因为是说我的独立正面 而且一车自己呢 因为不过去的老婆 因为去的老婆那边那边那边 一车又有影响了 不去的那边 那么我们那边呢 总会去的地心 然后在那边的一边 有一个社会 那么我们呢 比较会去吃米 对上海人来说 吃面是一件简单又随意的事 这家位于市中心的小面馆 打的正是海派家常面的招牌 作为吃面行家的吴欣博 自然是这里的常客 在这样的小面馆里吃面 味道并不是首要因素 随和亲切的气氛 才是最有海派特色的招牌 这家海派面馆 卖的是焦头面 而最具海派特色的是 面店每天中午 都会做一种 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线烧焦头 卖完即制 在这些招牌焦头里面 俘虏肉是最受欢迎的 这样一块家常肉 配合口感轻柔的面条 透出上海普通人家的饮食风格 简单 温馨 这里的老板陈荣瑶 和吴欣博一样 祖籍苏州 所以他也特别钟爱吃面 对于面条 他自有一番心得 对于面条 你现在在哪里 好久了 我干嘛吃了 特别是我觉得 阿姨提供我做海派特别好 哦 还没洗啊 洗啊 你不应该 洗你嘛 吃海派特别吃了吗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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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闷弄 哪闷啊 弄煮米老去了 那时候我到今早当时 都搅着这个米分点好吃了 那时候我做一个种米的 就是洋葱米 哦 洋葱米 啥叫做的 对吧 我说我做的 把饭了 把饭了 我说到我的书籽上 我说到我的书籽上 我把米底下 叫洗腥米骨 吃起来 吃个洋葱米 洋葱米 这个洋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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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洋葱米 绝对是上海面条的代表 就像北京的炸酱面 四川的淡淡面一样 这碗不加任何菜肴的 清汤面 就是打着上海的烙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物资匮乏的时期 洋葱面是普通上海人家 最常吃的面条 虽然味道清淡 但是丝丝捋捋的 生活记忆 尽在其中 由于洋葱面 在当时的价格 是十分钱一碗 而农历的十月 又有小洋葱的叫法 因此 这种实惠的清汤面 被有生活情趣的上海人 冠以了洋葱面的美名 然而上海城市发展变迁 物资日渐丰富 如今幾乎不再有上海人家 烧这碗清淡的面条 而店家更是因为 这碗面卖不出价钱 纷纷从菜单上撤下了这道菜 老板 不能不能够 我生肉不能够吃 都香吃了 今早就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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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饱了 我这好干 一人不然就要烤灯了 我家老板 他不拿起十四口 就是要妈给人家锅头 等出来他们清了 那么要妈白油 这个冬天的米条要香啊 规定是白油 这个冬天要把米香 冬天写就行 作为上海面条的头号代表 阳春面自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虽然这碗清淡面里 没有任何辅料 但正因为如此 对这碗面汤的要求就更高了 阳春面的汤底 一定要用上好的新鲜骨头熬制 而其中最关键的 是烧好的面 必须放入最传统口味的猪油 这才使这碗清淡面 有了香气四溢的灵魂 我先给你一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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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新博拜托老板 用心为自己还原这碗面 以偿他多年的心愿 于是他们约定一星期后 来品尝这碗清新的怀旧阳春面 我先给你一碗面 你还能够吃得到 阳春面的地方有吗 你再来吃得到阳春面的地方 就少就少 一碗面 对吧 那么只要我天下 可是因为我米地嘛 你跟前面一个人 顾他来说 我给大家看 马云林地去顾阳春面的地方 军事老百姓 早上到地中到地中 有养成米供应 你们来到地去吃吃吃 米老到地哪能养 五地中留起来 对啊对啊 要早地没起来 位于福州路上的百年老店老半斋 是老上海时期最著名的 淮阳风味的面店 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是老半斋的忠实粉丝光顾时间 有一批固定的老客人会赶来这里 吃一碗老半斋早逝 特别供应的阳春面 这天吴新博特地起了个大早 来到老半斋 尝一尝他期待的阳春面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记忆中的味道 如今供应阳春面的店面 已经很难找到 老半斋的早逝 却保留了这一传统 上百年的老店 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责任感 这碗面卖四元钱 对上海的中老年人来讲 是非常合适的早饭选择 除了食汇之外 吃这碗面 更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 来老半斋吃早逝面的 有附近的居民 也有从这里搬走的老顾客 特地赶早 从较远的地方赶来 他们吃老半斋的早逝面 吃了半辈子 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里的阳春面 是极具怀扬特色的清汤面 面里加了雪菜 清淡的汤面也不失鲜美 吴欣博这个吃面行家 吃得津津有味 这碗阳春面的确很美味 今早过来不早来 吃给我阳春面 我至少过来日老三得 应该是我上去阳理下 刚好闹钟 我心里下有点欲 想想我来吃个米 吃了啥题 因为我这个回忆很高 但是前午来 我过来一个早期 吃了整个三得 吃了后期到了星星空气 吃到了嘎好一碗米 这碗米 跟我小冬瓜吃的阳春面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过来狗的米 整个日老有上海的米 而且我最最最最 不容易了 居住一早上 也能够撕快了你 吃个那一碗米 那以来整个日 吃不着吃不着 不过 加了雪菜的阳春面 并不是记忆中 那碗清新怀旧的 上海阳春面的味道 吴欣博一边吃 一边仍然期待着 和老板的约定 这个早上 吴欣博和爱吃面的老客人们 一边吃着传统的面条 一边聊着天 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吃面的时光很简单 总能把人带回到 淳朴的年代 老半斋于1905年开业 刚开张时 取名为半斋菜馆 由于店里经营震江 和扬州风味菜店 口味独特 制作精良 很受时刻欢迎 但不到几年 就遇到了对手 有位曾在该店 当过帐房的职员 见该店生意兴隆 便在福州路上 另开了一家 新半斋菜馆 也经营华阳点心 和镇江菜 于是 半斋菜馆为保持优势 又去镇江和扬州 聘请了一批名厨 菜点质量 均胜于新半斋菜馆 同时 还将半斋菜馆 改为老半斋 就这样 老半斋的名气 越来越大 在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闻名全市 一年只卖一季的 颇具神秘色彩的 刀鱼面 是老半斋的 正殿法宝 每到四月 刀鱼上市的时节 许多老涛 都要特地赶来 享受这个季节 不可错过的美味 刀鱼面的神秘之处 除了一年只卖一季外 还有就是这碗面中 只见面条 不见刀鱼 罗德胜是老半斋的大厨师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 老客人都认得他 亲切地称呼他为 长脚师傅 上世纪七十年代 罗师傅从老一辈大厨手中 接过重任 从熬汤下面开始慢慢学习 而那碗神秘的刀鱼面 就是他几十年来的 看家本领 这天拍摄中 罗师傅特意为我们展示了 一碗刀鱼面出炉的全过程 他先将已经蒸熟去骨的刀鱼 放入锅里熬上好几个小时 时间就是烹调这碗面最好的工具 最后熬煮而成的刀鱼汤汁 就是面条最完美的佐料 罗师傅再将面条 放入浓稠的汤汁中 还要烧上几分钟 等面条烧到口感软烂 才可以出锅 这碗面里 看不见刀鱼的踪影 但刀鱼的鲜美 却充满了每一根面条 刀鱼面一定需要罗师傅 这样惊艳老道的厨师 才能做得好 因为刀鱼骨刺很多 要完全拆除干净 才能保证这碗面的质量 这是门精细的手艺 而熬煮汤汁时火候的控制 也需要充足的经验 只有把刀鱼的鲜味 完全溶解到汤里 才能将这碗面做到完美 这种烧面的方法 其实是面条流派中的一大派系 就是微面 微面 也是老半斋这一类淮阳系面店 最具代表性的招牌 上世纪初 淮阳风味菜点流传到上海 微面 也渐渐在海纳百川的上海 沾有了一席之地 微面在上海有一批忠实粉丝 他们热爱着微面汤稠面软的口感 而微面包含的烧煮功夫更是不言而喻 这碗淮阳风味的面和上海的阳春面 有异曲同工之鸟 看上去只是普通的汤和面 但要烧出美味却并不简单 而老半斋的这碗微面 号称在上海 一碗面卖了五十年 张永华是老半斋的总经理 厨师出身的他 已经在老半斋待了四十多年了 他深知 这碗卖了五十年的面 其中的奥秘 那么这个学生会面 只要有这个套餐 一个套餐 这个套餐呢 这个米辣 这个是鸡蛋 这个套餐呢 这个微米微米辣 就是 烫过米 一刀 这个粗 一刀 掉出来 那么它被人给它烫 因为刚才是老龄 是挺黄糖 不得糖 不得糖 就掉出来 那么 底下这里呢 那个学生会面呢 是把那个学生 摘着墨汁 摘着墨汁呢 然后呢 把它放出相来米炒 米炒以后呢 不要实际 这个这个 去 向来细 这种化的米香 华阳系的面 碱水少 有利于汤的鲜美 而且 碱水少的面条 更容易煮烂 因此 老半斋的面条 全都是店里的师傅 亲手制成 不但能控制 碱水的用量 手工打面 更能保证 面条的软硬程度 这里的打面师傅 陆师傅 从二十几岁 就开始在老半斋打面 每天早上六点上班 开始和面 准备整整一天的面条 直到老半斋打烊 这份工作 陆师傅几乎做了一辈子 他在外面 拿个米粉有才放酒 米粉基本上是没好米粉 要比我都拿个米粉 要好一点 是吗 如果你不过 这个东西 我只干个鲜鲜 我能吃 只干鲜鲜鲜 有煮完好煮 但是一个 他又收饭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的香蜜 我的香蜜也挡回来 就找到方法不一样 加个资料不一样 这么过程多了 我的大米当了开心吗 没开心 没开心 所以我开心了 爱不你走 就等了二三个一年 这套打面的流程 陆师傅365天都要重复 几十年下来 问他有没有厌倦这份工作 不善言辞的陆师傅 没有回答我们 只是娴熟而投入的 摆弄着面团 老半斋最有名的雪菜微面 除了面条有一番讲究外 微面的汤料 更是老半斋 保存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老母鸡 猪蹄 扇鱼骨 放在一起 用纹火熬至数个小时 其中还要加上 少许的雪菜梗 这里的雪菜 必须去头尾切成末 过油偏炒 收干水分 然后放在汤里 增咸 吊鲜 去腥 一举树得 面围在这样的汤里 自然特别入味 而搭配雪菜微面的最佳菜肴 就是华阳地区最富盛名的销肉 这里的销肉 全部使用猪圈和肉铺振 而铺的过程是这家面店的秘密手法 制作销肉的罗师傅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怎样品尝这里的销肉 让它和面条的口感融合在一起 罗师傅透露了他的秘诀 我还得切小鸟 好切的小鸟 我还得切小鸟 我还得切小鸟 那主要的顾客呢 一切小鸟是平安 那是大个大个切 有种的切小鸟 那切小鸟呢 那木面的切小鸟 是大个大个切我去 一把过来这样 老顾客 老切开的 也是把这部平 小鸟切我之后 要那个小鸟上来拍讲师 把这部的小鸟切我之后 直播面起来 这小鸟 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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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喜欢吃 华阳风味面条的老师客而言 这样一块厚厚的销肉 是一定要搭配上 细如发丝的姜丝 以及一叠正姜香醋 才算的是一碗面条的完美搭档 老伴摘的面条 特别讲究传统搭配 这份美味 口口相传了大半个世纪 只是如今从经营者到大厨 都已经是一众老师傅 这份外来的原汁原味的手艺 在上海还有多少时日 可以传承下去 在等待着那碗记忆中的 阳春面的时间里 吴欣博带我们四处品尝 他脑海中的那些 充满了上海老味道的面条 在一家属于他自己家乡口味的苏州面馆中 他不但吃到了用正宗的龙须面下的苏式汤面 还邂逅了另一种同样只属于老上海记忆中存在的面条 稍后请继续收看纪录片编辑室面面巨道 其实中国每个地方都有一种面条的代表 北京有炸酱面 山西有刀削面 四川有淡淡面 湖北有热干面 这些面条的口味 把这些地方的特色都性格鲜明地展现出来 而上海除了有精巧的阳春面外 还有好几种外来口味的面条 都渐渐发展成了上海面条的代表 苏邦面 阳邦面 浙江面 以及本邦面 都是最主要的上海传统口味面条 而其中 苏邦面 更是最受上海人欢迎的面条派系 满大街的苏式面店 很好地说明了苏邦面在上海的历史和地位 苏式面条以烤旧的面汤和丰富的焦头为特色 苏式面汤轻而不油 味要鲜 由于焦头都是有地域局限性的新鲜食材 所以苏式面馆只在长三角地区比较常见 有着上海本邦菜旗号的百年老店德兴馆 它旗下的德兴馆面店 卖的却是正宗苏式面 可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苏式面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上海的苏式面其实已经经过改良 减少了苏式面汤的甜味 增加了鲜味 而最著名的焦头 就是几个上海人百吃不厌的苏邦名菜 焖蹄 鲍鱼 鲍扇 炒素等 因为苏州面的清淡鲜美 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所以这种外来面渐渐在上海站稳脚跟 形形色色的苏式面馆就这样 遍布在上海大大小小的马路上 每天迎来送往许多上海食客 这家苏式面馆的老板就是地道的苏州人 因此正宗的苏式口味面条吸引了不少人光顾 苏式面馆在上海的声声不息 跟面店师傅的传承意识很有关联 这家苏式面馆的苏州老板毫不保留地亲自传授手艺给所有的员工 为的就是在上海把正宗的苏邦口味流传下去 苏式面条的特点是精巧干净 因此面条通常选用非常细的龙须面 这种精致正契合了上海人的性格 苏式面选用龙须面的另一原因 也是为了使面汤在很短的时间内渗入到面条中 于是为了保证面条的粗细程度 这家苏式面馆的面条全部自己打制 而这仅仅是做一碗合格苏式面的开头 之后的下面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这种细巧的面条下起来其实很有难度 这里的女厨师七燕之为了下好这种细面 练习了好几个月 下苏式面讲究的是一气呵成 面放入汤里的时间只需几分钟 但何时捞起面条全凭下面师傅自己的经验 随后用筷子把面挑起 放入照例中边抖边翻 然后把面卷起裹紧 最后一个大甩水 把粘在面上的面浆水彻底甩掉 之后倒入已经装满汤汁的碗中 一碗面条整齐清晰地 如同用梳子梳过一般 七燕之是面条界为数不多的女师傅 面条虽然细小精巧 但掌控它却需要足够的力道和技巧 对七燕之来讲 这碗清秀的苏式面条是下了重功夫的 老板教我们怎么转怎么弄 我们就自己慢慢地学 学会了就可以上来了 抖得越紧 面就不容易烂了 这家苏式面馆里的年轻师傅 大多都不是苏州人 但是对于传承苏邦口味面条 却都有着非常大的热情 人栋梁是一个安徽小伙子 在这里工作已经有四年了 尽管苏式风味不是他的家乡口味 可是看到了这里的老板 对苏式口味传承所付出的努力 他也受到感染 如今已经是这里最咸熟的苏式面师傅 我们不比上海的鲍鱼面 上海的鲍鱼面以前我也有做过 它的颜色比较黑 还有我们的颜色微红 显得好看 而且也不是很甜 做出来你鱼肉还有一点点脆脆的 而上海一般的鲍鱼面 它的鱼已经烂掉了 就是让你夹很容易碎的 我们这边不会 鲍鱼一般就是我们这里有 一般的面馆没有的 真宗的素食做法 这种焖肉就比较注重小伙 就是微火了 用时间大概五个小时 这个帅小伙在生活中 几乎没有别的爱好和要求 他一心只想学好这门手艺 在上海做出最可口的苏式面条 就这种比较尊重的苏式面点 带有苏式风味的面点 就是我个人很感兴趣 以后继续把它发扬光大 一直把它传统下去 简简单单的面条 一直保留着老上海时期 最简单的饮食方式 同样也坚守着最传统的 寿业方式 师徒相传 倾心尽力 正因为这是家传统风格的苏式面店 会有不少老上海人光顾 寻找从前的味道 吴欣博这位吃面行家也是这里的常客 这天吴欣博却遇到了一位老客人 竟然点了一碗连他都没听说过的面 我来个白柚米 我来个白柚米 是吧 吃米啊 吃米啊 你刚刚 这个吃过来 我听到 我的第五就是什么白柚米啊 对啊 白柚米 白柚米 啥米 米呢 这个米呢 原来排油面是这位老客人记忆中 而是常吃的一种面条 如今在上海 真的是变讯不到 和阳春面一样 排油面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老上海人在物资贫乏的时期 动脑筋研发出的一种美食 吃一块红烧大排 对那时的普通人家来讲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于是就有面馆想出一个办法 把烧大排的卤汁 舀一勺放在干条面上 既有大排的鲜香 又能填饱肚子 而且价格实惠 这种面在当时面馆的正式菜单上 是没有的 是一些小面馆 为了要拉拢熟客生意 想出来的办法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 就渐渐消失了 这个怀旧的老客人 这一天就想请这家香熟的面馆 为自己特制一碗 记忆中的排油面 排油面的制作并不复杂 根据老客人的描述 店里的大厨用现成的红烧大排卤汁 很快就完成了 排油面的味道 现在吃来肯定算不上特别的美味 但是作为记忆中的那碗面 他在这位老客人心中的地位永远都不会动摇 而吴新博期待的记忆中的那碗阳春面呢 会不会也一样给他难忘的感觉 怀着对面条的热情 吴新博又拜访了一家全城闻名的面馆 这家面馆演绎了新时代的面条传奇 它有怎样的故事 阿娘的密发是不能说的 而随着城市变迁 新时面条迅速占据着美味地位 传统风味老面馆将怎样坚守下去 还有那碗记忆中的阳春面 也即将出炉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 纪录片编辑室面面俱到 这天吴新博邀请我们摄制组 去他家做客 拍了几天的面馆 吴新博打算自己做一碗面 跟那些专业行家比一比 今天吴新博要做的是雪菜黄鱼面 他告诉我们这碗面的难点 是烧制汤底和处理黄鱼 上江失败的黄鱼在过油的时候会容易粘底 而且导致黄鱼肉整个散开变成一滩肉泥 一碗典型的上海面条 细节和卖相都是不能忽略的 这碗面汤是吴新博精心研发的 用的材料是蛤蜊 他说如果加入鲫鱼一起烧煮 汤会更鲜美 但是今天没有准备 吴新博又晾出了自己的小蜜方 只要在汤底中加入少量咸菜 就能够挽回没有基于造成的鲜味不足 咸菜是提鲜的法宝 这也是很多上海人家都喜欢的传统口味 为了保证面条不焖过头 吴新博特地选择了不容易煮糊的卷子面 到了最后黄鱼下油锅的时候 成败再次一举 一碗吴新博亲手制作的 鲜香四溢的秘质大黄鱼面 摆在了我们面前 这制作一致认为 味道嗲得不得了 不过吴新博作为一名资深吃客 对自己做的黄鱼面 始终有不满意的地方 如何让汤更鲜美 如何让面更入味 借着这次拍摄纪录片的机会 吴新博想去护上一家有名的黄鱼面面馆 取取精 阿娘黄鱼面是在新时代中 一军突起的面馆 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 作为浙江方的面馆 这种宁波风味的面条 也是老上海传统风味之一 已经成为上海美食的典型口味 而跟那些上百年的传统面馆不同 阿娘黄鱼面的走红 完全是这个新时代的奇迹 原本只是私南路上一家小小的面馆 面对的顾客是邻居街坊 但是阿娘觅制黄鱼面的鲜美 经过年轻时刻在网络上一传播 立刻一夜走红 在那一阵网络上的美食搜索引擎中 轻而易举就能找到阿娘黄鱼面的地址 蜂拥而至的时刻 立刻造就了这家户上响当当的面馆 传统面馆和新时代网络结合在一起 而造就的阿娘面馆 如今已经经营至第二代 阿娘去世后 她的孙子接下了这块招牌 如今是网络发达美食爆炸的年代 阿娘面馆当年的盛况虽然不在 但文明而来的顾客还是络绎不绝 这天 吴欣博来到了 久闻其名的阿娘面馆 阿娘黄鱼面的鲜美 到底有什么秘诀 吴欣博今天决定找出这个秘密 应该拿个王的蜜上 和他还是家喻无效 不是通通秘方 一直有个粉底 请教请教 最后有个王的蜜 最贵的一个是啥 最贵这个 整个王 黄鱼要好 然后整个王只要是宁不王 宁不王定好 定好 黄鱼汤面中的黄鱼自然是主角 这里的黄鱼挑选条条新鲜 而且每条黄鱼必须去头去骨 清洗上浆 样样不能马虎 汪大姐是阿娘的亲传弟子 从小工作起 跟着阿娘学了三年手艺 这天 她亲自为吴欣博烧制了一碗 采用阿娘秘方的浓汤黄鱼面 黄鱼面里的浓汤是这碗面的制胜法宝 吴欣博也是冲着这碗汤而来 他自己熬制的蛤蜊汤为什么不如这里的鲜美 这碗汤里究竟加了什么 一碗黄鱼面即将出炉 但是吴欣博仍然不得要领 汪大姐专注于做面不善言辞 对于吴欣博的问题 能给出的答案也只是 这碗汤的秘诀是去世的阿娘传给孙子的法宝 好像你们做黄鱼面那个汤特别好 它特别浓 我自己有时候家里也会试 比如说我用鲫鱼或者用格鲤汤 但是它很淡就做不到你们那么浓 你们怎么会做到那么浓的 原来是阿娘传下来的秘方 就是沟浩汤就是汤熬出来的 我懂了 就是一个是熬出来的我知道了 第二个是阿娘的秘方是不能说的 上海人酷爱的宁波细黄鱼面 果然名不虚传 鲜美无比 但是即便在这家靠网络发达走红的新时代面馆里 也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秘密 是网络上永远无法搜索到的 时代变迁仍然带不走小面馆里固有的传统文化和经营方式 无论是百年的老字号还是时尚的新馆子 上海面馆的经营观念其实都没有怎么变 在阿娘黄鱼面里 我们便能够看到面馆的传承和坚守 不过在上海已经形成规模的各类本土面条还是受到了冲击 走进各大商场 走进各条美食街 越来越多的外地还有外国面条 开始占据上海美食界的地盘了 而对于那一碗碗默默存在多年的上海面条 也不知道上海人还会不会继续为他们保留一席之地 而我们那碗约定的阳春面也终于要出锅了 这座城市如今日新月异 面条作为一种外来食物 现在还迎来了不少国外的口味 日本拉面 朝鲜冷面 意大利面等等 现在年轻人纷纷开始接受这些口味 这些面条商家门口往往门停落市 而上海的传统面馆 在这些琳琅满目国外面店的笼罩下 越发显得简陋和朴素 苏邦 西邦 宁波邦 淮阳邦的面条 都是这个上海摊上的传统口味 但是真正属于上海人的面条 其实更加简单 除阳春面外 中油炒面 菜汤面 腊肉丝面 两面黄 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流行的上海特色面店 上海人的面条绝不花少 却总有上海人独特的巧思创意 这是一家开在路边的小面馆 简陋的门面 一眼可以望春厨房 五六张桌子支在路边 就是这家小店的全部 被小店拿来做招牌的 就是很有上海特色的腊肉丝面 腊肉丝面的材料 无非就是简单肉丝和面 再加上一些辣糊调味 烧煮过程也没有太大的讲究 但是亲切温暖的味道 就是专属于上海的记忆 鲜香四溢的腊肉丝面香味 总能吸引不少劳累的一天的过路人 别看这里门面小 客人多的时候 老板还要向隔壁人家借桌椅 这其实是一家典型的本邦小面馆 除了极具上海特色的招牌腊肉丝面外 浓油赤酱的本邦菜现炒焦头 是这里的特色 热炒圈子 红烧大肠 享游汕壶 这些传统的本邦菜 配上软绵滑爽的面条 是绝对的上海口味 即便是在今年夏天40度的天气下 这家没有空调的路边小店仍然顾客不断 这家店的老板是一位从小在老城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生性低调 但是热爱着老城区 热爱着本邦菜 也热爱着本邦口味的面条 促使他在这样生活气息浓郁的地区 开了一家本邦的特色面馆 我们在店里卖的最好的就是 腊肉丝 扇丝 大肠圈子 我们烧腊肉丝有一种酱叫虾酱 就是熬的酱 就是专门烧腊肉丝的 是我们老板自己配置的酱 花了好多功夫的 每天腊肉丝要卖五六百碗 似乎每一家上海面馆里 都会有一种独门秘密武器 大厨师姚茂青提到的 秘制虾酱就是他们店的秘方 恪守着这个秘密 恪守着这份传统 作为传统的面店手艺人 姚茂青一直这样沉默而满足地生活着 随着上海市中心老城区面积越来越小 这样的面店也许有一天 只能像排油面或阳春面一样 成为上海人的一种记忆 同样坐落在老城区的这家小面馆里 终于要完成一碗记忆中的阳春面了 和吴新博定下阳春面之约的面馆老板 这天特地邀请他来品尝这碗怀旧清新的阳春面 吴新博对这碗阳春面格外期待 因为这是他童年里美好的记忆 陈老板和老板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采购了最新鲜的骨头 又用手工熬制了猪油 如今这碗记忆中的阳春面 只等着下锅了 精心熬煮的肉骨头汤 再撒上一些碧绿的葱花 最后用上老板娘费心熬出的猪油 三样东西完美融合在了这碗 看似平平无奇的面里 随后扑面而来的独特香气 很轻易就勾起了吴新博 脑海深处一种久违的食欲 这碗阳春面还没冻快 已经有种童年的香味飘散了出来 香米倒是真的好 阳春面整的非常非常好吃 对象刚才老板娘的汤是好 自由香 冲锅香 但是我说如果我吃了个米倒的 好像大一样的区别 像我说如果我吃了个阳春面 就是红烫了 酱油烫了 但是竟然一直把它烫了 遗憾的是 这碗老板和老板娘 精心准备了一星期的上海阳春面 并不是吴新博印象中 儿时尝过的味道 这个阳春面之约略带了点遗憾 但整个过程让吴新博和老板 老板娘都觉得很愉快 这个一文名的像 凝聚着老板 老板娘的兴趣 我这款也拿了一瓶新鮮 只要兴趣的和兴趣的 我这一天还给文明的米倒 用鱼子最好 每个人心目中也许都有一碗 记忆中的阳春面 也许它再也不可能被原汁原味地还原出来 但它在我们心里的味道 却比任何一种美味都深厚 这是一个特别的旅行团队 四十多年前 他们曾经吩咐北大荒插队落户 今天 他们将驾驶房车游走美国西部 好莱坞 迪斯尼 电影中的精彩特技场面令人惊叹 旧金山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 风景大好 人情温暖 旅途处处充满欢笑 身处异国他乡 知青集体怀旧 从前插队落户的岁月 令人唏嘘不明 万千感慨 六十岁再出发 为了怀旧 也为了梦想 纪录片编辑室 为您讲述老知青美国之行的动人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